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鄭國偉先生 不是的 我是主持 今天我們講甚麼 今節 你推出了這麼多節 是的 這一節講甚麼 這一節我們講講你在APA做編劇講師的事 你教編劇 是的 既然在香港你都覺得編劇這麼辛苦 你自己做編劇 那你怎樣教他們 怎樣教他們 你怎樣令他們很喜歡做編劇 譬如一個戲劇導師 教戲劇或者教表演 拍戲 我寧願喜歡教編劇 可能我自己喜歡做編劇 還有坦白說編劇是不能教的 所以才會 這件事我都會這樣跟學生講 就是不能教 因為怎樣講呢 其實我有些事情可以講的 譬如是講 怎樣去結構 怎樣為一個最基本的劇本要有 或者怎樣可以寫一個劇本 但實際上裏面的內容 你用甚麼人物 用甚麼語言 其實真的不能教 因為真的不能教 你教我 如果我真的要教你的話 你便會把我的那件事 那不是那件事來的 因為每一個編劇應該都有不同的風格 是他自己的 因為那個風格怎樣來 就是他們自己 由出生到現在 他接觸的東西 他的喜好 他的精神 他全部投射在劇本上 所以是真的不能教 我教的方法是 怎樣運用他自己的元素 就是透過文字 或者格式是怎樣 怎樣可以令到電影更容易 有甚麼方法 怎樣去看自己 有甚麼會漏 等等這些東西去教 因為我記得 其實我自己第一個劇本 或者我之前 我九幾年寫了一個劇本 那是長劇 那時也參加了 黑暗芳的那個 他做生苗火種 都拿了一個獎 就是最後夏天 很久 我之前都沒有學過編劇 我相信有很多人 都沒有學過編劇 但都可以寫到劇本 因為他們可能看得多 知道劇本是怎樣寫 但其實很有趣 我當我讀APA 為甚麼我要讀 因為我還沒讀APA之前 我已經在電視上做一個編劇 我記得 我跟家人說 我要讀APA讀書 要讀甚麼 要讀編劇 神經病 你自己讀編劇 但其實是不同的 因為去到某個位置 我就知道 我喜歡寫到劇本 但為何我要寫 我可以寫到劇本 是甚麼 我入學校 APA就可以理解到 我將那件事 拆開了 即是連骨都見了 原來是這樣解 於是我可以撐回 然後 我想演藝學院 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讀過演藝學院 的時候 你通了整件事 很清楚 於是你可以做一個教授的工作 就是說 我可以用方法教你 如果沒有讀過演藝學院的分別 其實我想外面有很多人沒有讀演藝學院 都可以做事 做得好 但他可能未必懂得 怎樣 將自己懂的東西 可以講一次給人聽 我想 讀演藝學院 給我最大的幫助就是 我可以理解到 戲劇的本質是甚麼 我們為何可以寫到劇本出來 或者 回到頭問 我如果要寫劇本 我需要甚麼 回到頭就這樣做 我想現在教他們 寫劇本也是類似 我經常跟同學講 我寫劇本和你寫劇本 基本上 我和你的分別是沒有分別的 我分別只是多你少少經驗 那經驗是我累積回來的 好了 這個經驗你很容易拿回 因為我會告訴你 有些冤枉路我已經做了 這些傻的 蠢的事情 我發生過的 你們不要學我 你就快點進步 因為我覺得 任何編劇都有一個過程 那個過程就是 我當自己 有一個過程就是寫很多垃圾 寫一些無謂的東西 那些是不重要 或者不多餘的東西 但是每個人都必會經歷 所以你不要想著寫劇本 寫一兩個劇本就會寫得很好 你一定要經歷那個過程 寫很多很差 我們叫垃圾 當你第一個垃圾出現 第二個垃圾出現 第三、第四個 那些垃圾你不會再有 因為你知道那些一定不對 而我教的方法就是 我告訴你 我的垃圾在哪裏 你不要跟著 你自然就會很容易寫到劇本 還有 有一個例子 我經常都想跟他們說 如果你去到一個荒島 你找人救 你救的方法只有一個 就是想到山頂 可以鋁棋 就有人救你了 那個荒島裡面 原案就是沙灘 但裡面是森林 現在有一把褲頭 要不就自己劈這條路上山 但你遇到什麼人就不知道 另外一條路就不需要劈的 有人走上山 你要走過 你當然要走別人走上那條路 因為你知道有人走過 現在讀編劇的方法就是 我現在帶一條路給你看 你走這條路 你會很快上山頂 就不用在那裡劈了 因為當年我已經劈了 劈了一下 我都要回到那條路 就是這樣 我想問 你當年也有讀編劇的 我有讀編劇 那你老師 為何你的老師 有你去砍砍砍 為何你的老師不教你 他自己走上那條路 我就告訴你 我入到ABA 他就說我沒有那條路 即是你現在又說回 其實你老師 你以前學的老師 講過那條路給你 是啊 因為我沒有讀過之前 我就是砍一條路出來 砍一砍 我雖然上山頂 但我全身都損失 或者我花了很多時間 我覺得 沒有自己拿來的 當然你會有一個經驗 累積了 但你當然 如果有一班人 想學編劇的話 那就帶一條路給你走 你走這條路 快很多 這樣 但你覺得其實不是好 兩樣東西 第一 其實是否應該他們 好像你這樣 因為真的要經歷過 要遍體鱗傷 才是很深刻 才知道不要再去犯 不用的 一條路 寫了牌 又很洞的 又有老虎的 你知道老虎是什麼來的 你知道要掉進洞裡 你不一定要掉下去 但第二就是 通常很多時候 人家叫你不要做的 你一定去做的 很多時候叫你不要去 是要掉下去 是要掉下去 叫你那些火 你不燙傷 你的手都要伸下去 那些是硬頸 那些是性格問題 但是譬如你編劇 你自己 通常你想自己做創作 可能都有 自己比較 那個個性 可能是怎樣說 有自己的原則多些 或者想自己的風格 所以我不是說 其實編劇沒有得學 就是沒有得教 現在你說的 就是個人的風格 個人的寫作特色 我都教不了 我都不會教 而且沒有得教 只可以欣賞 所以我現在在教的那條路 其實是一些 是很basic的東西來的 即是起承轉合 即是怎樣 一定要寫 其實那些是需要學 需要知道的 即是最基本的東西 即是劇本 核心的東西 他們說了之後 他們便知道 不用自己慢慢摸 所以其實是兩個不同 即是後面那種 我也覺得是 你個人風格是你試的 你未寫過劇本 你不知道自己是甚麼風格 你以為自己很風趣 一定寫到喜劇 又不是的 即是你 即是你 你一分鐘寫了悲劇出來 都不行 即是我 沒得說 所以 所以就是 是的 因為這個說了 就是這樣 明白 香港其實多不多學生想學編劇 真的少的 真的少的 譬如說 我現在在英國學院教編劇 其實都是他們 最後一年的一科 其實他們未必可以 可以不收 可以不收 即是他們喜歡 可以剔 不喜歡可以剔其他一些東西 另外就是 就算是 這麽多年 譬如有人想搞一些戲劇班 或者編劇班 報人都很少的 有很多時候 譬如有人跟我斬過 譬如搞一個戲劇班 很多時候都拖四分鐘 因為不是我收拾櫃 實際是沒有人播 但為什麽 為什麽 戲劇這麽多人喜歡 編劇特別難 是的 譬如我都覺得是 演員真是很容易的 需求很大 和簡單 編劇導演的工作太複雜 太繁複 要知道的事情太多 所以就少了 編劇是一個很孤獨的工作 即是你寫劇本 其實你不能分享 你是自己賣本寫 寫完之後 可以不可以 你有沒有再改過 不如是對著自己 就不像是演員那麽好玩 做不到我就做了一次 簡單 所以你今天應該很開心 我被你不孤獨 被你走上來 在這裏講了這麽久 對著我講不來 糟了 但我好像都說了 你好像沒講過話 那我是想請你上來 你講不是我講 我明天就開一集 自己在這裏 我自己只影響我 下次我們再談 因為今天時間有到 多謝你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